坏迴圈改坏迴圈 第一个呢 特别至于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你会发现这个起始值 第一个就是说呢 初始值的部分 有没有 因为在坏迴圈里面有所谓的初始值 初始值我们是 因为是从一开始 那你会发现这个坏迴圈是放在这个位置 可是坏迴圈呢 是放在哪一个位置呢 是放在 好我们切换过来 这边有没有看到 初始值 两个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 这个也是初始值 两者之间呢 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条件 条件式的部分呢 我们是摆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画了刮符 然后呢 摆在这里 可是缴迴圈的部分呢 是摆在哪里呢 这个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叙述 第二个叙述 那这边摆在这里 接下来呢 累加的动作 i等于i加2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把它摆在这个位置 对吧 底下 在回圈里面 做这个动作 然后呢 for回圈的部分呢 是放在第三个 这个第三个项目的地方 i等于i加2 那最后执行出来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呢 我们把层次稍微修改了一下 结果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想你们也建立一个叫 for some的一个class 然后呢 再试着把画回圈呢 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改成for回圈 那了解两个之间的差异点 把画面先画给各位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